冲击 老师,小五晕倒了 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会晕倒呢 可能小五今天穿太多了,中暑了吧 快送小五去医务室 好的老师 哎呀,一激动走错方向了,这个臭小五真重 比比东,你这是要抱我去哪里,我的头好痛 你刚才说我什么,快放我下来 没,没说什么,你肯定是听错了 刚刚在教室,是不是你用西瓜皮把我砸晕过去了 你为什么要砸我 这不是音乐课太无聊了吗 我又找不到逃课的理由,所以就把你当去罪养了 比比东,你怎么可以这样,快跟我回去 不然我告诉老师你逃课 别别别啊,不要告诉老师 被老师知道了我今天就巴比扣了 天气这么热,要不我请你吃冰淇淋吧 一点吃的就想收买我 什么,冰淇淋 那我要胡萝卜味的 那快跟我来,不然一会就要下课了 老板,买两个冰淇淋不加水 老师,你怎么也在小卖部啊 小五,你竟然敢装并逃课 还有你比比东,是不是小五和你串通好的 老师,你听我解释 不是我,是比比 别说了,被我抓住了还狡辩 看我回去不好好惩罚你们 你们两个居然敢串通起来逃课 真是不把我放在眼里,歌都学会了吗 你们两个今天必须唱一首歌 让同学们给你打分 分数最低的就去打扫全校的厕所 你们谁先来 糟了,我一首都不会唱一首 这下就好了 老师,我先来吧 小五听的真不错 看来你在认真上音乐课 我给你打98分 剩下的两分,就当是你今天逃课的惩罚 如果有人能给你证明不是你要逃课的 那就给你补回这两分 现在大家给小五打分 你们觉得给小五多少分合适 我给小五一百分 我也给小五一百分 好了比比东 该你上场表演了 我给小五一百分 比比东 你快给我住嘴 我上课都是这么教的吗 我给你打零分 放学留下来打扫全校的厕所 老师,我唱这么好 难道不应该得一百分吗 她老师 你对我发现了 我清楚你知道 不应该准备